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新事 幫你搞定俗女家務事 最近我們最常看到一個關鍵字 就是 長不停 而且現在是長到就是 連這個雞蛋 衛生紙 馬鈴薯 什麼都要搶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各種好手要來教教我們 如何持家 如何守住家裡的荷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最常讓我們主婦失心瘋的地方 就是這些大賣場 到底在每一區 你可以怎麼樣精打細算 省自己的荷包喔 沒錯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的第一區就是 零食飲料區 這一區真的不能帶家人 一起去逛喔 很危險 沒有這一區是不能帶我去逛 是我的地雷 妳的地雷 因為我是不吃零食不喝飲料 但是我只要帶小孩去 或者是我老公 我跟妳講 光酸梅就可以買三包 妳又有了 怎麼是我要吃 所以今天就請到這個 大家聽說都非常會省錢 要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走入這些地雷區 到底有什麼秘訣 好 那我們第一位呢 就請萱萱 對 要來教我們如何省錢大作戰 沒錯 像以前我們肚子餓 就想說那就吃個泡麵就好 對 現在吃泡麵 已經是一種微奢侈的事情 泡麵加上另外一個神奇的東西 就變成一個省錢又快速又好吃 對 要吃飽 首先我們把泡麵這樣子 捏碎 這個很療癒 這個很療癒 把它捏碎 有在吃科學麵的感覺 但你知道就是如果小孩 在旁邊捏這個我真的 也又不療癒了 等一等 要清 怎麼地上都是 然後就把我們的醬包 對 也加進去 然後我們就差一點點水 所以就這樣乾乾的泡喔 稍微有點浸濕的感覺 這邊已經在熱鍋囉 熱鍋了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油 好奢侈喔 還加蛋耶 加進好耶 要營養啊 現在蛋很貴耶 就加一顆而已 蛋稍微炒一炒 然後這種隔夜飯 或是你冰箱的剩飯 就把它倒下來 對 炒飯好像是要要 剩飯隔天的 這樣子稍微翻一下 然後再把我們剛剛 稍微浸濕的泡麵 而且 好香喔 對 它真的是稍微浸濕喔 對啊 加一點點水 因為裡面很多還是乾的 有吃科學麵的感覺 對 我們這不是在吃麵條 不是在吃泡麵 我們是在吃那種 鼻鼻鼻鼻脆脆脆的感覺 這樣 再加口感就對了 對 這樣稍微拌一拌 然後最後加上蔥瓜 要有營養啊 蔥瓜 而且加一點顏色 比較漂亮耶 對 而且你也不用調味 你看泡麵的料理包 都幫你調好了 對 對啊 老實說泡麵啊 現在的醬包 真的是怎麼煮 加什麼都好吃 對啊 然後再加一點蘿蔔啊 什麼應該玉米啊這樣子 你冰箱有什麼 你就加進來 你說 對啊 便當店最愛的 三色豆嗎 要加 火腿啊 熱狗什麼都加 好吃耶 真的假的 真的 滿那邊 乾煎鍋巴的感覺 可是有泡麵 超好吃 鍋巴應該是意外產生的 而且那個蛋 你不要看它剛剛下去不怎麼樣 其實有鍋氣在 很香耶 真的 鍋氣 很香香 對 沒有完全的巧思 放在心思 都在裡面 超好吃耶 超好吃耶 除了就是味道真的很香啦 因為泡麵的醬料 就真的很好吃 可是主要是 你看本來比如說 家裡的大石鍋 它可能一餐要吃個 三包泡麵 可是你現在一碗白飯 加一顆蛋下去 就可以直接把它餵飽了 對不對 而且又比吃泡麵 要營養一點 是滿厲害的 對 至少還有吃到米飯 那我覺得 我小孩吃完 應該說 媽媽 那我想喝湯 我可以再泡這一碗 那一盤吃完之後 就吃飽了 就這樣 對 但是我自己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像我們 每次在吃泡麵 就是我們大人吃 然後他就狂把麵吃完以後 我們不是留一大碗湯嗎 但是剩下的湯 我還可以再把它 變成另外一道料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馬上就有湯了 對啊 就是你只要把這個湯汁 加上一顆蛋 對 就把它加進去裡面 妳真的很省耶 對啊 泡麵 一碗泡麵 用到淋漓盡致 真的 因為 這重點是因為小孩很愛吃 然後你就把它打一打以後 你可以再加入一些牛奶 牛奶加得越多 你就會更省 因為代表 它的份量越來越大 對 它份量越來越大 然後你就要把它 是喔 對 把它攪拌 然後攪拌打一打以後 你只要很簡單的 把它放進微波爐裡面 就是用差不多兩百瓦的話 你大概微波個三分半左右 它就會變成 好棒喔 而且重點是 小朋友超愛吃的 本來一人半變三人半 對 對 好厲害喔 而且又好吃 然後小朋友就會在那邊 哇 吃得好開心 我也有吃泡麵的感覺 泡麵湯做的一定味道很夠啊 對 那我們來試吃看看 而且主要是它真的很方便耶 妳就這樣一間蒸就好了 妳每次做出來蒸蛋 還會有不同味道 因為看妳今天吃什麼泡麵 好耶 省起來 因為像我們平常現在 最可怕的就是蛋 是不是瘋狂的變很貴 然後重點是還買不到 但是因為我們家大概平均 兩個禮拜都會吃掉一百顆蛋 NO 我跟你講 你們知道為什麼會缺蛋 就是家裡有這種的 他們家有七個人 然後小朋友是那種 很愛很愛吃蛋 他們就是早中晚都會想要吃蛋 所以我們每次去買 就是蛋十顆十顆 其實每次買就是也很貴 所以我就直接在 就是跟一大群 就是社區的所有人 就直接跟蛋商店 聰明 大家一起披 對 一起用團購的方式 就是每兩個禮拜就團購一次 每兩個禮拜就團購一次 然後定期就送來這樣 因為很方便 所以 然後像這次遇到漲價 我們是長期在訂購的 它怎麼會漲我們呢 絕對沒有漲我們 而且重點是 不只沒漲 別人買不到 我們買得到 因為第一批一定是先給我們 對 然後你看平常一次早餐吃七顆 現在我只要 一顆就可以全家吃了 真的是很方便 OK 好 謝謝蘇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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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來告訴我們 真的臨時飲料區 還有什麼可以省的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 完全沒有廚藝的媽媽 可是我剛才學的好多 對 就是泡麵 居然可以煮成這麼好吃 還有泡麵湯 對 可是我今天帶來是一個小朋友 都非常非常喜歡 像我之前發現這個 雪鹽玉米粒 對 我超愛吃的 雖然它沒有很貴 可是你們看一下它的那個 容量其實真的是不多啦 但是你知道這樣一小包一打開 就一口就一包了 對 它就是一打開就這樣倒一倒 我就是一個人吃 一吃我就要五六包了 對 所以這樣就貴啦 對 這樣子一大包 大概裡面十幾包 可能就是兩次就吃完了 如果全家大概 一十分鐘就沒有了 真的 如果蘇宇他們家 應該要去一個早餐就吃了 鳥沙 是啊 我告訴大家 市售的玉米粒 自己做 自己做 因為剛剛說我本身沒有廚藝 其實你只要用大概三百克 就是那種玉米罐頭 你知道三大罐玉米罐頭 玉米罐頭一罐是多少錢 三十幾塊 三 三 四十塊 對 那這樣子大概一罐就是三百克 可是你要先把它直接就是 把它裡面那個玉米湯汁 先玉米乾 要立得非常乾對不對 對 要立得非常乾 就如果你家有那個就是烘乾雞 可以直接 水果烘乾雞 對 食物烘乾雞 你先可以烘乾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你只要加 大概五匙太白粉 那就是增加它那個QQ的口感 OK 然後太白粉 然後再加一匙的沙拉油 因為我們畢竟要進氣炸鍋 所以它還是要有點油脂 會比較好吃 好 然後接下來把它 攪一攪拌勻就好 這邊可以做大概是兩包 或三包的份量 然後小朋友吃到蒜末 一鍋給他 吃到膩 就一塊而已 你就本來一人一包 現在變一人一罐了 對 一人一罐 吃到它以後不吃零食 不會更神奇 會不會 會用方法 也不做 給到滿 真的 給好給滿以後 就會把它 然後這樣子直接 所以如果你家裡的那個 氣炸鍋是有那個 食物的那個烹調的用紙 你可以直接夾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其實就是直接把它 像這樣鋪平在氣炸鍋 直接鋪平 對 那是你 那是你家喔 對啊 那建議大家 如果是自己洗碗的媽媽 還是底下鋪個烘焙紙 對 直接把溫度調到一百九 然後分鐘 只要五分鐘 五分鐘馬上就做好了 五分鐘 這麼快 我還特地做了雙色浴 看起來層次感比較多 怎樣做雙色 就是妳用糯米浴 時間比較不一樣 對 妳可能烤個六分鐘 然後就五分鐘 它很香零食 我一定要分給大家吃吃看 真的很好 妳有口味很好吃耶 很髒子 妳有聽到很髒聲 是不是 趕快抓一把都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也很好吃耶 老師要省得吃 老師 像洋芋片 這個味道 很髒水 很好吃 我想要陪小朋友吃那個 零食或油炸物的時候 自己做那種天然食材 是真的很難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所以妳就很省三十塊而已耶 所以老師 她這樣省 妳覺得過不過 過 過 真的好厲害喔 謝謝Cery 謝謝 好 剛剛我們是教大家呢 就是在這個生活的過程當中 去省錢 但是呢 這樣我們感覺就是說 沒有那種爽快的感覺 所以要請到兩位老師 來教教我們如何 在錢錢上面 真的來幫我們省到數字 好不好 我們如果常常去大賣場買 對不對 是不是不小心就會失心 我買很多 對 那現在還有一個方式 可以讓你不用去賣場 也能夠買到你需要的東西 不會失心瘋亂買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現在有一些美食外送平台 符合它的活動資格 你就可以拿到它的折扣 我推薦大家兩個方案 第一個就是說 那個髮商連鎖賣場 它跟那個可愛動物的 外送平台有合作 粉紅色的動物 對 滿九十九元的話 它就給你打七九折 九九也是打七九折 所以你買越多 其實省越多 因為我們到現場去買 其實你用信用卡 它了不起一趴兩趴 對 那你用聯名卡的部分 可能在特定日期 買特定商品 然後才有九折而已 但是用這個的話 可以省更多這樣 七九折 而且有很多 那是 它會用那個外送平台 送到你家裡嗎 對 就是那個可愛動物 就送到你家 這樣也很厲害 就又省錢又省力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都常常知道 全X這個社區連鎖賣場 它也是一樣 跟可愛動物有合作 那現在的話就是 滿三百元 它就給你七五折 折扣更多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平常 如果想要買便宜的 因為你在那些平台上面買 它的價格是 店內價是一樣的 是 但是再打七五折 我就覺得這個很方便 超方便 超方便 而且又沒有外送費用 對 沒有外送費用 哇 那接下來 卡很多 對 好 那這個大家就記起來囉 那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不可能 只有在那個零食飲料區 就逛完了啊 不是 剛剛是在拯救 像我這樣子的類型媽媽 對不對 可是接下來呢 是所有的媽媽 你都可以一起來省到 因為這一塊消費 是每個家庭必須的 沒錯 日用清潔區 這是跟每一個人的 心理狀態有關係 因為你不管到世界 哪一個國家 或是哪一個人種 哪一種文化 對 你只要進到 速食店 或是超商裡面 它只要有這種免費的衛生紙 我跟你講 大家都是整把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不知道 沒有 就是怕你等一下 要用到沒有啊 我跟你講我老公這個病 也很嚴重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比如說吃飯喔 然後衛生紙放在他旁邊 對不對 然後他自己吃一吃之後 他說 這誰用的 怎麼這麼多 我說就你啊 他自己會嚇到 不自覺會一直抽啊 所以像以前我們家也沒有 就是買那個衛生紙 就是一般這樣子 這種尺寸對不對 大包的放在桌上 隨時就抽 可是這一包才多少 頂多120抽啦 130抽啦 最常見是110抽的這一種 對 一下子就通通都用 所以你有辦法治這種人嗎 我跟你講 我就自己後來找一個療癒的方式 自從我搬家之後 應該說從我娘家整修之後 我就跟我爸爸約定好一件事 我說爸 我跟你講 以後我們再也不要呢 就是廁所用一般平板的衛生紙 以前長輩喜歡用平板衛生紙 我就一捏捏起來五六張 對 然後呢 女生真的 我們要卸妝的 我也不要去買這種 金妝盒的這種面紙 我也不要了 我就去買 我們在外面那種 你知道小吃店 最常看到這種尺寸的 蛤 這種有比較省嗎 超不更多 有分很多種不一樣的品牌 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厚薄度 去挑選那個品牌去買 那這個是最便宜的 這一包只要10塊錢 但是呢 各位 這一包有幾抽 妳知道嗎 三百抽 其實呢 它這個厚包的 我也以為平常小吃店 這個很浪費 因為它太薄啦 你可能本來抽一張的 又會抽三張 有那種是真的很薄 可是問題是 你這個抽三抽 可能還抵不到 我們以前抽的那一抽 我懂 妳懂我意思嗎 而且那一包才十塊 這一包才十塊 可是你心裡想說 好啦就慶菜利用啦 對不對 我如果想要厚一點 我就抽四抽就好啦 對 但是問題是四 三百抽一四 我可以用多少次 可以抵那個抵多久 然後呢 你知道我們家裡面 因為是有小朋友 小朋友會這樣子 沒事拿起來 就這樣子用啦 對不對 你如果把家裡面 以前的空盒呢 留下來 建議你外面拿報紙 或是其他包裝紙 把它包起來 讓它看起來 不像面紙的樣子 然後呢 各位 是要隱藏嗎 是 隱藏 我對一天發誓 我等一下告訴你為什麼 我真的是有去 花了兩年的時間 去比較過的好 兩年的時間 花兩年 還要這麼久 你看 你們聽我 你的人生步驟這樣會有一點慢 不 你們聽我微微道啦 為什麼是兩年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盒子呢 再把我們這個衛生紙給裝進去 對 裝進去之後呢 就會變成這樣 是 你以為你抽一張 你有抽的感覺 有抽的快感對不對 但是 不好意思 你其實只有抽到平常的半張而已 你剛剛抽兩次 你這是在打心理仗喔 是 所以我感覺是習慣性的在抽 但是我其實抽到的真的比較 分量比較少 比較少 而且棒數也比以前的少 然後我跟妳講 我好像回去玩一下 我老公看他版面上 可以 好 我告訴你們 為什麼是兩年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自從改了這樣子的習慣之後呢 我搬家之後也是這樣子 對 我這樣一箱 對 七十二包 大約八百塊 對 我一年半才叫一箱 好厲害喔 我這天發誓我一年半才叫一箱 你家幾口人 我跟我老公兩個人 但是我們兩個是很會用衛生紙 尤其是我 我特愛用衛生紙 但一年半才叫一箱 真的是很省 對 超省的 我家一個月大概就要進貨一次 真的 所以我有一天到晚在買衛生紙 我心裡想說 為什麼 大家到底是在擦什麼 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是換一種習慣性拿起來 就是擦一下 擦一下就丟掉 然後呢 我爸爸家那一邊 因為我以前就是用 我剛剛講的這個 把他的樣貌改變的這個方式 把這盒子整個看 看不出來它是面紙盒 我爸爸家 我跟你講喔 三口人 對 兩年交一箱 等一下我有個問題 請問一下高手 就是你把它隱藏到看不出來 然後咧 它會發生什麼樣的效果 它就不會覺得說 這一盒它是面紙 像我們這樣子啊 我說真的嗎 我在幹嘛就是真的 就是我知道 你雷子就說把它隱藏起來 然後就說要找面紙盒 面紙盒在哪 而且你可能有時候找不到 想說算了啦 算了 妳就覺得真的很有用嗎 因為你看我們去一些小吃店 有一些小吃店的衛生紙 它永遠是放在一個 很遠的牆壁上 對 然後你就是吃到低下來 說起來 有心症 哪不會腹 那你這樣算了 有手會打掉 快 完全就是困了 不會那樣子啊 可是如果在桌上 你已經用完半包了耶 真的 而且今天工作人員 跟我分享一個概念 他就說 你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去外面吃那種小火鍋 他們的衛生紙 從來不放在桌上 它都放在底下的抽屜裡面 對 你找不到它 就不會一直想要去抽嘛 你放在桌面上 你就會一直去抽 長起來看不到 所以講到 講到衛生紙的話 那萱萱還有別招嗎 像我們有時候抽衛生紙 真的是 你沒有在用 你就是抽好玩的 抽一個療癒 像我小孩子 他有一陣子 非常喜歡抽衛生紙 每天抽完大概兩三包喔 然後我已經沒有任何辦法 來解決 就想說 算了 讓它當成玩具來玩好了 可是現在真的是大漲 放棄了 算了 但是現在已經買衛生紙 要用搶的 衛生紙變成奢侈品了 我就想說 我來增加它的難易度 不要藏起來 藏起來那真的太難了 真的要用的時候 找不到怎麼辦 所以我就利用 濕紙巾上面的蓋子 把它拆下來 然後你就把它黏 可以拆的喔 對 它是可以拆下來的 重複利用 你就把它蓋在衛生紙的上面 你要使用的衛生紙 所以你每次要 ORIO關妳什麼事 是的 好想學 關妳什麼事 妳說說妳說妳也想學 妳也想抽嗎 而且有時候我們一抽 就一連抽好幾張 對 幾張 所以我們現在用衛生紙 還要打開蓋子 一張一張的拿起來 所以小朋友就不會把它 當成玩具了 妳大人用完之後 就把它蓋住 這樣子 她覺得很難 對 她覺得很難 不是玩具了 然後妳就多一個 好像多一層防護的感覺 對 增加它的難易度 所以妳實際這樣操作了之後 妳的衛生紙用量 真的有減少嗎 真的有減少 以前我可能兩個月 要叫一箱衛生紙 現在大概三個月 四個月 還有其他省錢的方法嗎 我對衛生紙沒辦法 因為本身是一個很浪費的 像我平常早上吃一個蘿蔔糕 妳到底今天為什麼 坐在這裡妳說說 沒有 我要跟她說 因為小朋友妳們知道嗎 她抽不到衛生紙 就會往身上擦 就會往椅子上擦 妳會讓人更多洗潔精 就除了家裡 到處都是食物油漬之外 身上都是油漬之外 我跟你講洗潔精真的很重要 真的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大家也都知道 我平常有另外一個身分 就是團媽 對 對 就是其實像平常 我之前有開過 就是也是大品牌的 就是洗衣精 那1000ml的話 你平常一般的售價 大概是六七百 可是如果說有時候賣場 連鎖賣場有特惠的時候 你大概可以拿到 八折左右的價格 對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是你們今天如果跟團購 跟隊人 其實可以八折再打八折 為什麼 等於六四折 因為團購啊 那妳這樣的量很大是不是 對 因為廠商給我們 其實中間就少了中盤商 跟小盤商的價格 所以等於一定是 比較優惠的價格之外 再來就是你可以買 其它們底下所有的商品 可能就洗衣精啊 洗碗精 然後可能還會有一些 除臭噴霧之類的消毒劑等等 然後再來就是你一次買的話 就像剛才寶可夢老師說到的 我一次直接網路上買買買買 買很多 直接幫你送到家 你不用在那邊拎來拎去 很多很真的 而且有時候我們團媽會有一些 你可能買兩瓶買三瓶 再折一百 還是再折兩百 對 所以看省 算上來大概五折的價格 然後遇到這種超優惠的價格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 我自己一個人用不到這麼多 我可能說隔壁鄰居 妳要不要一起買 還是我媽媽 我弟弟 然後一次就買到一年份 我真的就覺得團結力量大 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對啊 可是重點是 妳一定要找到妳信任的團媽 然後再來就是 我自己雖然身為團媽 可是我不是所有的 類型的商品都會買到 那我教大家我自己也會想要去找團購的時候 妳就是在那個社交平台上面 只要打上 假如說要買A牌的洗衣精好了 我就打A牌洗衣精團購 就是把關鍵字打上去 然後就啪啪啪啪 前面就會先出現一些正在開團的團媽 對 這樣子大家就可以撿到優惠 我剛剛聽翠蕊在講 我突然覺得 這就是我的市場 其實我開了一間清潔公司 我是清潔公司老闆 所以妳現在是斜槓理財專家 那妳知道我們開清潔公司 用樣最大就是抹布 對 妳知道這條抹布是 三叉 很有名的牌子 它叉 可是它叉玻璃真的特別乾淨 對 所以我在每一年的時候都會固定回購 可是我發現 它長到真的是沒有天理 它從129 長成149 不好意思 那長度是16% 對 這比我們所有雞蛋都長得還要兇 好荒唐 這好自然氣 雞蛋 有看藝人你知道嗎 你看就這麼一小條 大概 大概也就用兩個月 就大概要換 OK 就不好意思 我就是要頭 我就是那個有源頭的人 我有辦法 找到這麼大條 一模一樣 三叉牌子的 同一個牌子 同一個牌子七十塊 找到源頭是很重要的 可是問題我們用不了那麼多量啊 不用很多的量 就是它沒有限制 你只要找到對的廠商就可以了 OK 所以要找到我這樣的人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真的 老師 我在團購那個蘑菇 我準備考慮要開一個團購 所以你看光是這樣子 你這樣面積也比它大兩倍 所以你這樣一年的份量 你就把它買下來 那一樣我們就像衛生紙 沙拉油 我們每一年固定的量是固定的 所以你想辦法找到最上面那個要頭就對 對 找到源頭 那要真的很認真啦 你要管道對不對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